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市场不是很乐观 因为 因为这个 我们的阿公阿公今天见很多我们的领袖 因为他对这个疫苗打疫苗的这个速度不是很开心 不是很乐观 OK 这是为他今天已经见了阿奈阿阿华庸 明天他会见 他今天也会见了林冠英 然后也会见明天会见马哈喽 所以他们要谈这个COVID 想办法去 OK 怎样去控制这个COVID COVID COVID 这个疫情 OK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That's why 他们还要谈什么 谈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Market今天呢 就有一点 不是很乐观 哦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得到 今天KLCI 下跌 今天KLCI有下跌 Market不是很乐观 这个下跌 也不是很严重 所以他还是在这条趋势线上面 看来他会在这个趋势线跑一轮先 所以现在Market不是很乐观 所以要图解 所以要小心 我们要等他 现在暂时这些时候 这些时候是找咖啡钱 还有要等他最好等他突破 OK 突破一六一是流失先 才是真正的 拿子弹出来玩 but KLCI 不是很强 but 我有讲 这个 记得要看这个几个视频 不是讲没有机会 机会还是有 这个 这两个视频哦 这个是 FMCO 要如何投资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两个就是这个 消费股 比行反弹 要怎么投资 消费股比行反弹 还有建筑股跟房产股 比行反弹 这个是昨天的视频 要看看 机会还是有 要回去找 因为我们会看图 我们要看图 图会跟我们讲 机会在哪里 不要关着眼睛去求职 听新闻 新闻可能是对 当你收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人家已经吵完了 KLCI 现在还是 现在越急越小 等他有2% 但是暂时看来 还是会在这边 还在这边 可能会 还会横盘 牛市比较难了 因为现在 Covid 还是有5-6钱 很难会牛市 OK 熊市 OK 我们这边有很多支撑 OK 我们的这个 Market有很多人支撑 不给他熊市 OK 所以1549 很多次都跌不了 证明有人有支撑 OK 看来当时是很盘整 所以今天上午有 中午也是有post 这个Pollexus OK 这个 我们的首相见那个国王 阿公 所以今天 Market KLCI 掉6.4点 新加坡 掉了13点 香港 掉了38点 韩国 掉了31点 日本 掉了102点 泰国 上了13点 菲律宾 掉了92点 所以东南亚 日本 那些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全部是跌了 今天 亚洲 就指说是蛮 蛮 蛮 弱 中国 FTSC 有上38点 中国 SSE有上11点 SSE有上1点 所以一点点 然后中国也不是很强 澳洲 掉了22点 印尼 上了48点 纽西兰上了48点 台湾也是掉了106点 印度也是掉了91点 然后全部是很弱 OK 我们看一看 欧洲 欧洲 英国 上了 掉了34点 德国 掉了51点 所以欧洲也是很强 很弱 OK 也是弱 不是很弱 也是弱 也是下跌 美国 美国 掉了30点 Dow Jones 美国 S&P上了0.7 一点点 美国 NASDAX上了 10.43 美国 还好一点 OK 也不是很强 今天 中油 也是 守在 4060 OK 4000左右 还可以 今天 赢家 是油 Brand Oil 上了 42 72.43 Cruid Oil 70.26 然后 金 189亿 OK 开始调整 银也是开始调整一点点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它是调整的不是下跌 所以今天赢家是油 所以今天 指数全部是下跌 OK Market 今天是 今天的情绪是36 不是很不乐观 OK Gainer上升的367 下跌的是640 所以下跌很多今天 Market不是很乐观 OK 今天上的 上的 板是 这个 Property 房产有上一点点 0.25 收监能量有上 0.90 因为那个 油价钱 还有Healthcare 有上一点点 这个 医疗股 其他的全部是下跌 所以 Luster Luster已经开始收到这个 Deposit了 OK 要做这个 在美国做手套 所以 整个整个要做 不是开玩笑 Luster 看一看Luster OK 在同道底啊 然后买同道底卖同道顶 买同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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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道底已经开始 又登了 0.4有机会 买同道顶 卖同道顶 0.29 OK 0.45 他突破0.45 现在如果他能突破0.45 就有机会到0.19 HSS这个CNB对他很乐观 CNB觉得他今天会有表现 然后给他一个价钱 他讲了今年应该有机会到八十九 我们看一看HSS HSS在三角形里面 如果是买了的就0.55 他没有掉破0.55可以收 他掉破0.55就可能又有危险 如果是买了的继续收 看0.68他能突破0.68 他不能突破可能他会跌下来 如果他能突破0.68 证明这一次的反弹 有机会就到0.89 CNB的价钱 如果他谈不了 如果他突破不了 可能他还会在这边 横盘 才改次 要等可能年尾才有机会 年尾才有机会 如果他跌破了0.55 要小心 因为他可能会跌下来 所以没有100%的 Bank给的也是没有100%的 他们也是推测的 他们也是推测的 很大运行有运行反弹先 然后开始很多青色蜡蜡来了 青色蜡蜡来了 才是机会了 我们可以看图 没有关注眼睛去买 今天 马来西亚昨天打了151,000个 这个疫苗蛮不错 可以把慢了一点 反好过没有 如果早点打就可能 可能可以救很多命了 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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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contract 在Angola 我们看看Eason Eason 做一个很大的三角形 如果要投资呢 他要突破0.50先 突破0.50 突破了这个三角形 才是投资机会 现在可能他会弹到这个三角形 可能会跌下来 因为压力还有 我们要他突破压力先 然后他有机会继续再上 5.44 5.44 5.44 所以Top Love 又赚了2个Billion OK So 看一看Top Love 这年 很久没有看这个 这个手套股了 手套股有讲一讲 记得要看手套股 要看手套股 就这个 我有一个视频 是全市讲手套股 这个 我对手套股的 长期看法 这个是 每一个手套股 都有讲那个长期看法 要知道手套股的长期 我对手套股的长期看法 就看这个 So Top Love Top Love 不要忘记 Top Love JP Morgan 美国最大的银行 给了一个 Target OK 是3.5 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跌到来3.5了 所以现在看来这个 这样大的报告啊 两个Billion赚 两个Billion还是下跌 所以这个 OK 要小心 不要玩 OK 要 至少要等他 OK 有机会 突破6.15 我已经讲了6.125 突破6.125 才讲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他才会横盘 可能他还会下跌 所以这些手套股 很久一直都已经讲了 那个视频 暂时不要完整 Kplus Kplus 他要继续增加生产 Kplus Kplus 他已经看到这个手套价钱会跌15-25% 所以大企专是不会炒的 因为他也是觉得他的收入会跌10-15% 当那些公司觉得他收入会继续下跌 OK 所以 大企专是不会去炒的 大企专是不会去炒的 的股是比较难伤的 So QE S 看一看Kplus Kplus也是跌破了 我讲1.955 1.955 OK 如果他还能守在1.955上面呢 可能他还能横盘 现在跌破了 应该他会跌 跌到1.2 或者0.8左右 所以这个要小心 有反弹就要逃了 有反弹就要逃了 手套股全部有反弹就要逃了 除非 买到很高 OK 那个呢 就要等 等他跌到底 可能他会慢慢上回来 因为怎样 这些公司怎样都是赚钱公司 不会跌到0 QE S QE S 要做大格 把QE S 今天跌下来了 他们觉得他 他们 做那个 生产那个 test那个 半头体的零件 OK 对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是 能力了 会继续上升 所以 QE S 先跌下来了 0.8 这边 我 我给的这个目标是0.8到0.885 OK 0.8 跌下来 这个看来 应该是还有机会的 看来 他可能还有机会再弹 再弹上来 但要小心如果他跌破0.575就要丢了 OK 看来机会还有 机会还有 可能还会再弹 再弹上去 所以今天 COVID 6000多了 全部的回去做工又起了 这几天没有做工 5离拜 阿公生日 就跌了 现在又起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 Grate Grate 他讲 他讲他们的这个收入是不会影响 因为这个Lost Town Moto美国的这个 啊 有跟他order零件 现在他讲他们生产 不够钱去生产了 OK 所以这个 但怎样 怎样都好 OK 对这个 Grate 有影响 他们不够钱去做生产 OK Grate 是在三角形 三角形 OK 正在 回调 OK 如果他跌破这个三角形 0.49就 就要卖了 OK 如果他跌破可能可以熟 可能还有机会 OK 可以上升 如果他 他突破了0.64 OK 可能又有机会加码投资或者 加码或者投资 看0.64 啊 6.4 sorry 如果跌破4.9 就是要投了 现在在调整中 还是在调整中 KB 说KB在泰国拿到这个SOLA 这个 SOLA的project 这个 太阳能的project KB 看对他的股有没有什么影响 KB已经炒了 我觉得就是炒了了 这个是逃命的 如果 反弹第1波第2波应该是第3波 所以这个呢 弹上来呢 OK 0.8 或者0.9 是 逃命 逃命机会啊 我觉得是逃命机会啊 投资 就比较难啊 我觉得他是炒了 炒完了 已经炒完了 所以凯利讲这个阿萨塞尼卡 泰国的会 10点才来啊 Azure Azure 讲他90%的飞机 不能飞 把他讲他8月啊 8月呢 应该是可以飞 17 17条线啊 本地的17条线啊 OK 看来还OK一点 今天还要讲的还有几个股 Avanta 要讲一讲 Avanta Avanta 继续下跌 所以要讲一讲 Avanta那天有冲了一阵子 OK 现在他已经是做一个broadening top了 这个我们叫做broadening top 这个pattern 这个模式叫做broadening top broadening top是一个下跌趋势来的 所以有反弹啊 OK就是逃命啊 就是逃了 Proluxus Proluxus有做broadening issue Proluxus也是有一点 反弹啊 Higher high higher high higher low higher high higher high 所以这个看来 有机会啊 要看1.2 OK 家里加1.2 他能突破1.2 就有机会再上1.4 1.6 他们 他不能突破1.2 可能跌回下来 还会继续再跌 要小心看1.2 OK So Sop loss在0.98 0.97 跌破0.97 也要逃了 可能还会下跌 Darwin 今天Darwin也是有一跌的 Darwin也是逃命波啊 现在开始横盘了 OK 如果是有套住的 OK 他弹上来 OK 0.18 左右 这些要逃命啊 好 逃命波 如果他要突破了0.18 才是继续 投资机会啊 因为现在开始 开始他在横盘了 横盘 NP NP已经突破了 那天然后突破了 可以守 OK 0.18上面可以守 所以现在已经到Target了 目标0.265 0.295 有机会看到一两天 看到还能不能上 最多等到一两天 如果他再不能上就要卖了 如果跌下来就要卖了 因为这个 Alessia已经超买了 Genetic Genetic呢 看了 4.5 OK 他已经突破了OK 把他 要突破了4.5 因为这边有一个 压力 OK 他能突破了4.5 才有机会继续得上 可能到0.0 5.5 5.5 到6.4 左右 Euclase Janet有问一问 Euclase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 观众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了 其实看成也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 突破上面 有机会 0.5 0.6 如果跌破下面 OK 就可能继续会下跌 所以这个要看 明天后天 看他是上还是下 如果是下 可能就要逃了 OK 他继续这样下就要逃了 他跌破了这条曲子线 OK 所以今天讲这样的东西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的like share OK 谢谢大家的留言 小心Covid 拜拜